各位朋友,粉丝爆料 说浩哥,独轮运们现在又说 王毅和秦刚两个人有血仇 我一听这用词吓我一跳 他说是美媒报道的 好像我一看我发过来的是台湾的心头壳的链接 哦,那原来是一个绿媒的摇棍媒体 这个心头壳呢 那他说呢,关于秦刚王毅的血仇是华盛顿优报 在12号的时候一篇文章给爆出来的 那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关于这个秦刚的落马啊 我给大伙呢分析过 我说他最大的可能是真出事了 就是跟傅小田美人吸引英雄种 英雄难过美人观啊 这是属于这个作风问题 我觉得是可能性是最大的 这个事情呢 到现在已经8个月了啊 秦刚呢已经完全被免职了 什么国务委员啊 这些全免职了 现在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没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很尴尬的啊 外国的记者问毛宁啊 毛宁也没法回答呀 这事儿到现在没有定论呢 这个问题新华社已经发布了消息 您可以查阅 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还是关于秦刚 就是秦刚目前人在哪里 就是你有这方面的消息吗 谢谢 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我们注意到外交部发言人 六月底左右 有一次发布会说 秦刚因为身体原因 而不去Asian峰会 那么我们 我们是不是应该理解 他现在不当外长 是跟他的身体情况有关系 谢谢 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大家都非常关心外交部长的任免 我注意到今天已经有好几位同事 提了不少相关相似 甚至是相同的问题 今天来的记者朋友也非常多 我愿意再一并的 这个对这个问题做个答复 关于中国外交部长的任免 新华社已经发布了消息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四次会议做出的有关决定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表述的很清楚 建议大家查阅 我没有更多的信息 秦刚又传出来了什么消息 华盛顿邮报 这个华盛顿邮报也不太严肃 他不如这个华尔街日报 还有这个纽约时报 来的这么正规 华盛顿邮报呢 有一记者 刊登了12号 刊登了一个中国抹杀其外交部长 为什么的一个专栏文章 他说呢 这个秦刚失联一事呢 北京方面没有发表过任何的言论 甚至连美国的CAA也不确定实情 数月来呢 有不少的传闻 他有关他遭免职的主因 是认为他与凤凰卫视的主持人 傅小田的婚外情有关 还有传闻说 傅小田是什么英国情报机关的特务 之类的 这个作者呢 倒是一个华盛顿邮报的资深专栏的作家 叫大卫伊格纳提斯 他呢采访了一名美国高级政府的官员 一位跟北京有联系的前官员 还有一名外交官 说这个大卫呢 过去呢多次获得过美国情报界的准确的消息 说呢 秦刚在第二次派驻伦敦后 2011年返回北京 此后三年呢 担任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 2017年出任中共外交部李宾司的司长 负责安排这个领导人的出访的行程 据现任和前任的美国官员称 在这个岗位上 秦刚与国家主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秦刚的妻子林彦 说是与彭丽媛之间的私交 也对秦刚的快速的升迁起了作用 这就是属于听床的内容了 说大卫呢 引述了一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的消息 称林彦这个做月饼送到家去 然后呢 这个交往甚深 这些内容在什么这个石油建筑报端 说秦与习家的亲密关系 帮助他相对年轻的时候就跳过了 正常的晋升的阶梯 快速升任外交部长 他的快速升迁引起了外交部同僚的不满 这就是属于杨记者的听床了 这个没有任何的能够证实的 说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说 秦刚因为在外交部获得了快速的升迁 他的同僚广受记恨 他视为是老大的心腹担任过李斌长 激怒了他的同僚们 导致了秦刚和他的前任王毅之间的关系紧张 美国官员将秦刚和王毅之间的关系形容为血海深仇 好家伙 这有点轮子的味儿 这有点轮子的味儿 说这个王毅是秦刚的顶头上司 是主管他的国务委员 在中国的那个体制里边 你跟顶头上司有血海深仇 我越听越像轮子味儿 说这个大卫表示 猜测秦刚被调查的可能的原因中 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傅小田是外国情报机关的特工 而且他的间谍网牵扯到了秦刚 一名美国的外交官告诉大卫 他听说秦刚是一名俄罗斯的特工 这肯定是轮子了 这肯定是轮子了 说另外一位与北京长期往来的美国官员表示 不是的 中方官员认为傅小田担任英国特工十多年 这些都无法证实 大卫表示呢 秦刚的这个遭遇 说这个连中央情报局都无法核实 是吧 一位密切关注中国事务的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 我们找不着秦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说这个秦刚与傅小田之间的恋情始于2010年 他们在英国工作的一段时间 他们的情人关系 2022年傅小田通过代孕 生下了一个男婴被公开化 代孕的 这倒是有可能 是吧 这个对媒体一直猜测傅小田是否是英国间谍 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透露 他们已经要求中情女和英国政府核实这些谣传 但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 这位官员透露 57岁的秦刚 2023年6月失踪 逮捕 接受调查 秦刚不知道傅小田有所谓的间谍关系 并在得知这些消息后 他试图自杀 据报道 秦刚 住在专门为中共官员提供医疗服务的301医院 这些消息也无法得到独立的证实啊 感觉整篇文章都是一个这个轮子式的听床师的这种编造啊 对吧 对吧 这个 还有什么新唐人这都出来了 我感觉这篇文章应该是华盛顿优报的那个记者被这个大纪院和新唐人这些轮子们 公的料 对吧 所以这些我个人认为这个文章啊 说这个王毅跟秦刚有有血仇的都扯淡的事儿 所以你看华盛顿优报现在也变成了华盛顿轮报了是吧 跟那个美国之轮和自由亚洲之轮都差不多了 果然啊 法轮功的这个弱智的洗脑的功力还是很大的 好吧 他那位说你说了半天 你得跟我们说说 这秦刚最有可能 我不是一开始就猜测吗 秦刚肯定是犯了裤裆里的错误了 这个可能性最大 那其实呢 华尔街日报在2023年9月19号的这个报道比较靠谱 说知情人士透露中共的高级官员被告知 在党内的一项内部调查发现 外交部长秦刚担任中国驻美国最高特使期间 一直有婚外情 这个才应该是这个比较靠谱的啊 说华尔街日报说知情人士透露 高级官员被告知秦刚被解职的正式原因是生活方式问题 作风问题啊 这是共产党内部的对党性行为 定义的一种不端的行为 是吧 说秦刚有婚外情 而且呢 官员们被告知美国生下了一个孩子 说这个现在的调查呢 仍在继续 那至于说 傅小甜是不是什么英国间谍 这个我觉得也不靠谱啊 傅小甜还用得着去当英国间谍吗 是不是啊 啊 图的什么呢 间谍不就是图的个钱吗 你要说傅小甜图的是自由啊 那不都扯淡吗 图的是民主啊 啊 都 都这个年代了 谁还信那玩意啊 啊 是吧 所以我感觉这都不靠谱 唯一能够合理的解释 就是生活作风问题 各位 你们认为呢 啊 欢迎留言讨论啊 咱们下集再聊 点个订阅